一局意外捡到女主 怎料对方松屁偏执害白切黑 不仅把弟弟沦为群下玩物 还一心撮合他与风龙哥哥 穿成兽人男主的姐姐 却因人狼混血受尽同族冷眼 更糟的是 书中龙狼两族世代为敌 黑化风龙女主为复仇 踏平整个北部狼族 将冒美弟弟卢走当后宫 而他与冰狼一族 全部死在女主脚下 为改变必死结局 他无奈躲进深山 靠卖草药独自养大弟弟 本想避开男女主相遇 可这天意外捡到一个红衣萝莉 出于好心将人救回 却在对方睁眼时大惊失色 那是龙族才有的宝石红桶 明白对方正是女主小红帽 即刻将弟弟藏于身后 他俩为何提前相遇了 担心女孩的出现 会打乱他攒钱买假户口 和弟弟搬到人界生活的美好计划 想等人伤好便打发走 却听对方称自己失忆了 并恳求收留 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心软将人留下 姐弟俩继续隐藏狼人身份 姐姐衣服充当小红帽的临时监护人 而这边 媚控风龙哥哥搜遍整个南部龙族 都不见妹妹的踪影 为了医治小红帽 他将珍贵草药便宜卖 换取给他看病的机会 被告知女孩得了创伤后遗症 几天就能恢复记忆 但女孩不同于狼族的高热体温 被医生一眼识破 听说南部有个孩子失踪了 还是首领的妹妹 善意提醒她 你也知道南部与北部的关系吧 医服一阵后怕 看来无论如何都要把她送走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龙族杀掉 但相处一段时间下来 小红帽不仅对弟弟心生好感 还要将姐姐占为己有 原来小红帽父母死后 常年被噩梦折磨 可即便生活拮据 医服也会给她埋补梦网 而因龙族体温过高的缘故 每次做饭 都会为她准备一份冷的食物 只要牵着姐姐的手 钻进姐姐的怀抱 便能缓解连哥哥和医生 都束手无策的发热症状 这天医服一大早便准备去市场 可她走后 小红帽一改往日的青春乖巧 化身腹黑萝莉 原来她早已恢复了记忆 之所以继续留下 是因为她要将医服拐回家当嫂嫂 殊不知哥哥与未来嫂嫂第一次见面 救火药卫十足 传闻狼族偷走出带龙族首领的心脏 导致火龙的后人无法掌控力量 世代被狂躁发热所困扰 而小红帽离家出走 来到南部 就是寻找被偷走的龙族心脏 经过几天的打探 内控哥哥终于接到线报 听说有人在南部广场 看到小姐和一个蒙面人在一起 这群放肆的狼仔 竟敢动我妹妹 衣服卖完草药回家的路上 隐约觉察自己被跟踪 能追到这深山老林 说明对方不简单 用动柿子当武器 警告对方现身 而家里的小红帽 同样感应到了哥哥的力量 焦急动身出门救人 再不快点 他未来嫂子就要没了 而跟踪的人迟迟不现身 猜测是小红帽的哥哥 难道医生那小子 这么快就把情报卖给龙族了 他恨得咬牙切齿 草丛传来沙沙的声音 崛起洞柿子扔了过去 可明明感觉打中了 却没听到倒地的声音 难道对方是石头座的 正打算离开 身后的树林中 冒出数不清的红眼特效 虽然他想过跟踪 他的不止一两个 但这也太多了 未拐的狼人老婆回家 龙族大佬伪装纯情小白华 天天上演制服诱惑 开启龙狼一种的禁忌之恋 可两人第一次见 他就上演追击火葬场 带上几百号手下 围攻一个手无腹肌的弱女子 原来他将对方 当成拐走妹妹的人贩子 树林暗处数不清的红眼特效 另一幅惊恐后退 四周被火焰包围 让他无处可逃 你把我妹妹藏到哪里去了 来人正是龙族的手里 狼族世代的宿敌 一幅感觉自己死定了 看来对方把他当成了绑架犯 必须向男人解释清楚 是他救了小红帽 可太过紧张 结结巴巴半天 也没解释清楚 男人固执打断他 我可没时间听你狡辩 一幅气得牙痒痒 不想就这样冤死 急切抓住对方手腕 让我把话说完了 可两人接触的瞬间 火龙强大的火焰 竟被熄灭 只剩飘散的滚滚白烟 家族世代困扰的狂躁发热症状 也消失不见 周身顿感清凉 刚要问女人怎么回事 依福就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晕倒前口中还呢喃着大坏蛋 而小红帽焦急赶过来 但离家出走的他 并没第一时间和哥哥相认 还骂哥哥是大坏蛋 欺负了姐姐 等依福醒来 已经回到家里 两只小可爱担心扑进姐姐怀里 而依福第一时间检查了脑袋和屁股 幸好狼人的特征没有暴露 误会说开后 男人诚恳道歉 而他第一次做自我介绍 就让依福犯了花痴 虽然长得帅 哥哥当媳妇 于是一个静往依福怀里钻 我不认识那个哥哥 而傻哥哥却不知情 还拉过妹妹的手 祭出龙族火焰 两股力量交织融合 证明他与妹妹的亲缘关系 但小红帽将头一扭 死不承认 耍赖不走 哥哥无奈扶了额头 而依福明知男人就是小红帽的哥哥 却为了保住小命 不敢说出真相 只想快点远离将来会杀他的女主小红帽 可他像块狗皮膏要粘着他 于是冷漠拒绝 将人举起来 小红帽 你这样哥哥会很为难的 姐姐执意赶他走 小红帽头摇成了波浪 不要 就算走也要把姐姐一起带走 姐姐没同意 他开始苦肉计 发动眼泪攻势 这梨花带雨的模样 可怜抽气的背影 心疼了妹控哥哥 拜托衣服让妹妹继续住在这里 而他会经常来看妹妹 女人本想拒绝 但男人承诺会支付高额报酬 加上诚恳的态度和厚脸皮 令他冒着会变考全郎的风险 答应下来 不仅是因为能看帅哥一包眼福 计划去人界生活 买假身份也需要很多钱 打发走哥哥后 计划得逞的小红帽 躺在姐姐身旁露出胜利微笑 为了尽快撮合哥哥和依附姐姐 小红帽向弟弟夕昂打探 姐姐喜欢男人的类型 却从他口中得知姐姐特殊的性贴 五岁女魔头年底催婚三十岁亲哥 不仅强迫哥哥取仇敌的女儿 还决定亲自拿下胃来扫扫 只因哥哥是百年难遇的恋爱废物 无奈赴黑恶女化身纯良萝莉 潜伏伪装 助攻哥哥 男人衣着光鲜探望妹妹 但冤种兄妹的身份疏离 远比陌生人都不急 依附打算帮他们缓和关系 火龙兽人的两兄妹靠近热上加热 而身为冰郎的依附正好能降温 于是握紧小红帽的手 你一只手牵着我 另一只牵着哥哥 这样就能慢慢适应哥哥的温度了 可他装傻充了 我不喜欢这个游戏 故意使坏 将哥哥姐姐的手放在一起 这才是我喜欢的游戏 手指交织的冰凉触感 令男人激动到说不出话 而依附以为对方不喜欢这样 抱歉 是我抓得太紧了 没关系 明明全身都感觉冰凉 脸颊却烧了起来 身为火龙的后代 他一生被狂躁发热所困扰 而和女人接触后 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如此凉爽的感觉 暧昧的气氛逐渐烘托 可有个不长眼的横插一脚 跳上床将两人隔开 你们在玩什么 我也要玩 笨蛋 你跳上来干什么 小红帽没好气训斥男孩 而依附还在回味手掌的温度 好可惜 他的手可恼火了 依附突然想到什么 龙狼两族世代为敌 而他和弟弟一直隐藏狼兽人的身份 所以夕阳绝对不能和男人过多接触 万一不小心露出耳朵和尾巴怎么办 刚要暗示弟弟 却看到他把男人当成人形取暖机 蹭来蹭去 舒服地露出了狼尾巴 死亡紧到拉响了 依附连忙用裙摆将尾巴盖住 并小心翼翼偷描兄妹俩 幸好没被发现 他借机抓住男人的手 将弟弟挤开 不着边计说着拉手的理由 直到小红帽提醒 姐姐 夕阳的头发好像小狗的耳朵 男孩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收回尾巴 依附这才松了口气 因为体内狂暴化的力量 很少有小孩愿意跟他亲近 而夕阳却说他像温暖的太阳 还夸男人长得帅 是我姐姐喜欢的类型 男人脸红正准 姐姐让他不要胡说 可他继续爆料 姐姐说过 他喜欢哭得好看的男人 原来小红帽早就收买了夕阳 如果让姐姐喜欢上他的哥哥 就给夕阳变好看的戏法 此话一出 衣服尴尬的扣脚趾 连忙抱走弟弟 夕阳小时候每次哭 他都这样逗弟弟 没想到现在遭了报应 而这种怪癖 令男人陷入沉思 可回家的路上 他又否认了对衣服的心动 原来无法控制的狂暴力量 导致他失去了亲人 他不能使身边的人再次受伤 所以他准备打一辈子光棍 可小红帽偷跑出来 叫住了他 朝哥哥破口大骂 你这个没有眼力见的笨蛋 喷火的爬行动物 一顿疯狂输出 终于解气了 男人就该主动出击 他的哥哥却像个耸包 而没控哥哥还在担心 小红帽独自跑出来 会遇到危险 他喜欢宽肩窄腰 有钱有城堡的高富帅 哥哥一脸猛 为什么跟他说这些啊 你傻吗 这些条件你都满足 他终于明白妹妹的意思 连五岁孩子都看出他喜欢衣服 害羞捂住了脸 但妹妹让他放心 我会帮你的 可小红帽这天跟踪姐姐 竟发现姐姐撕毁小三 有了外面的狗 五岁小骨子捉肩大嫂 却险些被人贩子卖进青楼 而哥哥为救妹妹 不再隐藏自己腹黑的一面 这也是他首次 使用狂暴化力量杀人 衣服出门见了朋友 回家时两个孩子却神秘失踪 找遍附近的森林与市场 都不见他们的身影 衣服心急如焚 龙族首领托他照顾妹妹 他却大意将人弄丢 连亲弟弟也跟着失踪 男人肯定不会放过他 刚这样想 一面就撞上男人胸膛 原来今早小红帽刚睡醒 便瞧见衣服准备出门 得知姐姐约了朋友 还跨着平时卖草药的篮子 小红帽掀开满满一箩筐金币 这么多钱还要卖草药 难道哥哥给的钱不能满足他吗 顿时一脸一母笑 我未来嫂子很有野心吗 可下一秒便察觉不对劲 姐姐出门卖草药 为什么一脸兴奋 顿感不好 他口中的朋友不会是男朋友吧 他需要很多钱 难道是为了和男朋友一起搬走 他居然忘了还有这种可能性 为了给哥哥拐个媳妇 真是心累 即刻整装待发 出门确认一番 可怜人跟屁虫也闹着想去 女孩告诫夕阳不能乱跑 这才带上他 但他们不知 姐姐并没私会男友 而是去见买草药的书客 由于男人在外地跑生意 衣服经常从他口中打听情报 而攒够了钱 他便盘算偷渡到人界 和弟弟开启美好生活 但男人却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由于近期狼族换了首领 多数偷渡中介被抓 上面加强了偷渡管制 他只能等管制松懈时再想办法 为了感谢对方 他无偿送了一包草药 而男人将类似猫薄荷的围镜品 强硬塞给他 作为回礼 殊不知这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而他刚回家 便发现门没关 小红帽和弟弟不见踪影 哭诉着告诉丽儿 以为他会怪罪于他 对方却柔身安抚 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他们 然后两人分头行动 殊不知两个小家伙不仅迷了路 还争执起来 半天找不到姐姐 加上旁边屠夫兴奋聊着屠宰过程 令夕阳害怕哭出声 闹着回家 可找不到姐姐 小红帽怎会就此作罢 不耐烦打断男孩 不许哭 我最讨厌爱哭鬼 可姐姐说喜欢爱哭的男人 虽然姐姐的爱好有点奇特 但我可跟他不一样 这句话刺激到西昂敏感的神经 他不允许任何人说姐姐的不好 我姐姐不是奇怪的人 两人对此争执不下 西昂气的转身朝巷子外跑 不想和小红帽待在一起 他要独自去找姐姐 但再往前 就来到人口密集的中央广场 小红帽停下追西昂的脚步 龙族黑发红铜的特征外貌 定被狼族一眼识破 没办法 他已经祭出狼族火焰将人逼平 可这一幕 竟被一个猥琐中年大叔看到 小红帽惊恐后退 用帽颜遮住脑袋 但受戒能催动火之力的 唯有与狼族敌对的龙族了吧 毕竟是只龙仔 男人轻而易举将他举起来 盘算着将女孩交给狼族手里 或是私下卖了 定能狠狠赚一笔 见小红帽有危险 刚才的恩怨一笔勾销 即使在恐惧 西昂也壮着胆子 用脑痒痒的力气锤打男人 大坏蛋 快放了他 却被男人一口推到地上 情绪激动令西昂露出耳朵 遭到男人嘲笑 哈哈哈哈 龙族和狼族杂种 真是可笑的组合 想保护可怜的西昂 但小红帽自身难保 喉咙喘喘不过气 就要置息而亡了 龙兽女魔头一人歼灭数十万狼族 只为替哥哥报仇 可他唯独饶了 唇欲会哭的狼少年 带回夜夜重新 将他调教成 祈求恋爱的听话种局 可随着剧情改变 他这辈子最想娶的人 不是少年 而是他的姐姐 为了救妹妹 一向温柔憨厚的哥哥 化身地狱修罗 差点将欺负妹妹的人犯 烧成灰烬 而他首次暴走杀人 就吓坏了弟弟 西昂恐惧的哭声与表情 将他拉回现实 克制DNA理想是狼的冲动 放了男人 安抚两个小家伙 但没想到男人倒打一耙 明明是他先对龙仔起了歹念 却扭曲事实 龙族居然对狼族动手 战争要开始了 威胁将此事告知狼族首领 谁要背后一颗洞柿子 将他砸晕 衣服并没解气 抓住他的衣领破口大骂 敢对他的两个宝贝动手 像你这种人渣死不足惜 举起洞柿子就要下狠手 克利尔拦腰制止他 抢走手中的武器 叫他不要冲动 毕竟杀狼是要犯法的 姐姐勇猛的做法 惊呆的弟弟 收获了迷妹 他为什么非得让他成为嫂子 就不能做我的新娘吗 终于脱离危险 哭包西昂向姐姐求抱抱 而衣服拉下了脸 指责男孩不该乱跑 自从妈妈死后 弟弟便是他唯一的情人 要是连你也出事 我可怎么活呀 心疼为姐姐擦去泪水 西昂懂事道歉 姐姐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痛苦 而小红帽也与哥哥兵事前嫌 但走前 风龙兄妹支开姐弟俩 重新回到巷子 刚刚嫂子替他和西昂报了仇 但并不代表 他会放过让嫂子伤心的任何人 随着巷子传出杀猪般的惨叫 回到邻间小屋 衣服马不停蹄照顾两小只 安抚他们入睡 自则没有看好孩子 令他们陷入了危险 可男人觉得他已经做得够好了 丽尔突然单膝跪地 你总是独自承担一切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和你一起 话还没说完 衣服便借口起身离开 恋爱惊艳为灵的龙族手里 第一次鼓足勇气表白 结果成功地失败了 可他不知 从他跪下的一刻 衣服就已经心动了 但各种羁绊 使他不得不欺骗自己 应该是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 心跳才如此快 躲在门外平复心情 却因此感冒了 作为生活在极寒北部的冰榜衣服 感冒发烧对衣服来说 是件伤自尊的事 而傻弟弟以为姐姐要死了 担心不已 但这正是丽尔表现的好时机 不仅对衣服续寒问暖 还亲自熬药 喝完药 男人叹了叹他的眉心 而他温暖的掌心 被人呵护的滋味 令衣服安心沉睡过去 可等他醒来 双手变成了粉嘟嘟的狼爪 尾巴也露了出来 他为什么变成狼了 不过幸好几人出门找水 还没回到木屋 衣服认为肯定是梦 蜷缩成一团试着进入梦乡 等他数到时 肯定会变回去的 但都是自欺欺狼 试图查找原因 怀疑丽尔用错了草药 迈着小短腿 坑斥坑斥爬上桌子 蓝色的草药少了一半 顿时身无可恋 他用的是这个 原来这是上次朋友 送他的狼布 因为寻找孩子们 一直没来得及收剪 没想到被他误食了 自从妈妈死后 他一直以人的形态生活 压根没人叫他如何变形 要是让小红帽和他哥哥看了 定将他错骨扬灰 准备开门逃跑 但门锁太高根本够不着 正在这时 门突然被打开一条风 忠于自己的贴心棉袄 殊不知女主早就识破兄妹的偶装 只因把狼布和物当成感冒药 女人就变成了狼 以为会被风龙女主杀掉 没想到他假装不知情 但平时酷傻的弟弟 此刻像开了窍 耳朵和尾巴好眼熟啊 好像我姐 话还未说完 便被女孩一巴掌呼在嘴上 是附近的小狗 我之前见过他 蠢萌正态果然好骗 立刻要分享给姐姐 但姐姐不知所踪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为了转移小家伙的注意 白狼四脚朝天 撒娇卖萌 被亲弟弟狂弱猛兮 狗狗太可爱了 把他抱进怀里 白弄粉嫩的狼找软堂 玩得不亦乐乎 但姐姐心里苦啊 为活命他苦苦挣扎 连自尊都不要了 可哥哥就要回来了 小红帽冷不丁提醒 把狼吓破了的 思考该怎么保住姐姐 因为龙狼敌对的关系 哥哥只要看见狼 就会丧失理智大开杀戒 突然高大的黑影伴随着开门声 我们一起生活的话 就仔细看看 他可不是普通的小狗 盯着白狼湛男的毛子 男人总觉得莫名熟悉 瞥了眼凌乱未收拾的床铺 立刻惊讶捂住了嘴 耐人寻味的表情 很明显丽儿知道了真相 担心男人的暴怒 会牵扯到孩子 他心虚地挣脱女孩怀抱 冒着被杀的风险 来到男人脚边 瞪着水汪汪的眼睛 对他摇尾起怜 仿佛恳求男人放他一马 丽儿蹲下身 压制基因理想是狼的冲动 配合着抚摸他的头 又挠了挠下巴 脸上挂着笑容 依福以为成功骗过了男人 于是尾巴摆得更加卖力 只要能活下去 撒点交算什么 把男人逗得扑斥一笑 内心腹肥 其实他不用做到如此地步的 之后哥哥借口出门披柴 依福终于松了口气 但门外的人贪软在地 要不是妹妹拦着 他差点就杀了心爱的人 白狼清甜女孩脸颊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和女孩一同入睡 可他该怎么变回来吗 想着便睡了过去 等丽尔再次返回 他已变回人形 贴心为媳妇盖上被子 他一开始接近衣服 本想调查他是否就是当年 偷走龙族心脏的狼 但渐渐爱上他 想待在他身边 不让他受伤 可如果他知道 他已经发现他狼人的身份 会不会逃跑 为此他要尽快成为他喜欢的男人 而睡梦中的衣服 想要更多的温暖 不知情将人拉入怀中 男人快要疯了 他的心脏一会升入天堂 一会又深陷谜谈 龙与狼的禁忌之恋 他是否接受 如果神明真的存在 那就请让他爱上我吧 昆龙殿下爱上一头狼 可狼女有个特殊癖好 喜欢骚气十足的黑皮猛男 于是他深夜狂捕诗本 辽媚秘籍 大直男不仅学会蓄谋勾引 还说起了骚话 自从经历了绑架事件 衣服便不敢放他们独自在家 于是走哪都带着两个脱油瓶 可跟随姐姐来到书店 他竟拿起了成人小说 是谁占据了那个女人的夜晚 他无比怀念 穿进小说前 最享受的闲暇时光 怒过于看十八进小说 尤其喜欢为女主流泪的男主类型 而现在的他 也有了看书的条件 毕竟不用操心赚钱搬家和养弟弟 便愉快付了款 向老板打听有关人介的书籍 老板却告诉他 那些早就变成了禁书 原来非法搬去人介的兽族太多 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 所以人介的王 禁止在出售人介相关的商品 听把衣服闷闷不乐 看来想偷渡去人介的计划 又增加了重重阻拦 姐姐的心思 被敏锐的小红帽捕捉到 他之前说要搬家 原来是这个意思 趁姐弟俩熟睡 小红帽光脚偷偷来到姐姐房间 未来嫂嫂要逃走 他第一个不同意 为了阻止 他催动火之力 呼叫嗶嗶鸟 将顶柜的书取下来 他偷偷摸摸藏那么高 肯定和搬家有关 可翻开查看 却是本成人小说 大尺度的内容 震撼了幼小的心灵 他大吃一惊 姐姐怎么喜欢这种 这与哥哥的风格完全相反了 即刻命令逼逼你 将内容一字不插传递给哥哥 而远在南部的龙族手里 此刻正练习着流泪 得知衣服喜欢会哭的男人 所以半夜抽风 命令秘书找来 世界十大催泪故事 可他怎么都哭不出来 突然发现窗外的火凤凰 以为妹妹出了什么事 结果看到令他绝望的画面 原来他一直搞错方向 努力成为淳于会哭的年下买狗 可妹妹送来的情报 显示衣服喜欢会聊的黑皮猛男 与他的形象大相径庭 难道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吗 为了亲自确认 不顾秘书阻拦 变成龙飞走了 只听下面传来秘书歇斯底里的抱怨 明天还有重要的会议 您到底为什么如此频繁去往北部 而这边 衣服羡慕小家伙无忧无虑的生活 昨晚他也准备度过愉快时光 结果小说类型不是他喜欢的 因为太久没看小说 连内容都没看就直接买了 虽然健硕类型并不排斥 但他更喜欢楚楚可怜的男人 要是长相漂亮就更加分了 就像丽儿那样的 大白天放花痴 疯狂摇头保持清醒 突然轰了一手 丽儿从后面的树林窜出来 可今天并不是约定看望小红帽的日期 男人看上去闷闷不乐 衣服喜欢的类型到底是哪一种 为了亲自确认 他解开胸前两颗扣子 露出性感锁骨 说起了骚话 我被热气折磨了一晚上 所以来到了这里 衣服干大扣脚趾 这不是昨天小说里的台词吗 丽儿越靠越近 衣服 请帮我降降温吧 男人犯规的脸 令他快要把持不住了 而远处的小红帽 看到不争气的哥哥就来气 到底在害羞什么 至少要把皮肤弄成骨铜色再来呢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哥哥身上 连夕阳叫他都没听到 见他不理自己 夕阳志气朝树临走 殊不知这里藏着一个黑衣人 他是姐姐宠大的年人小狼仔 可自从姐夫来了后 地位就一落千丈 姐姐每天和大哥哥打情骂俏 而他只剩孤单寂寞了 伤心选择离家出走 殊不知危险将至 黑衣人暗中窥视 扔出诱饵四季而动 夕阳果然好奇捡了起来 璀璨红宝石闪耀夺目 与小红帽如出一折的毛子 想折返将宝石赠予女孩 却被一个秘密怪拦住 原来龙族首领频繁去往北部 你的手下怨声载爆 据秘书爆料 首领还会半夜抽风 让他找关于爱情的书籍 揣测首领 并在北部有秘密伴父 于是派变色龙跟踪首领 用首领力量提炼的宝石 接近伴侣进行测试 如果对方够格 就能抵消宝石强大的力量 反之则会烧成灰烬 绿毛接近落单的男孩 让他把宝石交到衣服首领 可姐姐说过 秘密眼都是坏人 看来这小子不好骗 见此变色龙摘下帽颜 一头绿毛变成了白发 又展示能随意改变肤色的双手 这比小红帽变得戏法还要炫苦 夕昂直呼太厉害了 见他卸下防备 变色龙开始了蛊惑 装作不经意询问他手里的东西 看起来好温暖 拿回去给姐姐的话 他肯定会很喜欢 怎料男孩拼罢正了正 温暖一词直说他心窝子 眼泪啪哒哒往外流 像只委屈小狗哭了起来 姐姐说小红帽的身体很温暖 所以想每天抱着他 而相比之下他却很冰冷 姐姐已经不喜欢他了 就算把宝石给他也没什么用 哪知哭是会传染的 见他哭得越发伤心 变色龙竟跟着一起嚎啕大哭 安慰小家伙好一阵 他才缓和情绪 不过依然没忘此行的任务 再次蛊惑西昂将宝石交给姐姐 可这时他看见了小姐的身影 原来小红帽寻找失踪的西昂 刚见面就对男孩大发雷霆 他本来在磕姐姐姐夫的CP 结果西昂的失踪 打扰他的好兴致 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过来 男孩秒怂 像极了气管炎 立刻叛变到小红帽身边 变色龙大吃一惊 亏他刚才还陪他一起哭呢 而面对小姐的盘问 他没有如实回答 只是说来寻手领和小姐回程 若将计划全盘拖出 小姐定将他抽皮扒金 但西昂手里的东西 疑点重重 命令西昂将东西交由他保管 小姐的火之力与宝石的力量 会相互冲撞 并会受伤 于是一把抢了过来 可小红帽拉着他一脚步撒手 情急下 他将宝石含在嘴里 等会小姐就不再追究了 以他的实力应该能撑一会 可小姐不依不饶 虽动火之力威胁将东西吐出来 没想到宝石意外被他误使 刚吞下去 嘴里就冒出大量黑烟 整个人像要被点燃了 男人痛苦地嘶吼着 亮腔着让两人救他 诡异地像去丧尸 这恐怖的一幕 把两个小家伙快要吓尿了 可即使在害怕 夕狼还是用发抖的手 安慰小红帽 别 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的 而这时 衣服赶了过来 以为男人要伤害小家伙 捡起冰块将人砸晕 抓住对方的衣服警告 可他不知男人马上就要暴体而亡了 爆发的力量不仅会波及四周 还会令他有生命危险 风劈嗜血的心机暴君 装成体恤下属的好上司 只为在媳妇面前刷一波好感动 可风龙妹妹第一次闯出 最差点闹出人命 哥哥却没半句责骂 姐姐也拼尽全力 用兵器魔法拯救男人 等绿毛起来 已经脱离危险 救命恩人又是地水又是关心 仿佛令他置身天堂 但下一秒 首领大人拿着草药推门而入 男人怒目原争 仿佛要将绿毛吃了 但不敢表露情绪 直到衣服出门熬药 留下两人单独相处 绿毛内心万分的惊恐 天使大人你别走啊 他会死得很惨的 等衣服一走 利尔周身充满杀气 绿毛扑通跪在地上 因为首领频繁去往北部 他接到命令跟踪首领 用火之力测试首领的秘密办法 结果差点闹出人命 他为擅自的行动 请求男人的原谅 我们只是想请您回去 但利尔关心的重点并不是这个 他拍了拍下属的肩膀 虽然知道属下为他着想 但你差点让衣服和孩子们陷入危险 手上明显加大了力度 感受到首领滔天的愤怒 绿毛不停磕头道歉 他愿以此谢罪 可这一幕 刚好被端药而来的衣服瞧见 男人立刻转换衣服嘴脸 连忙将绿毛扶到床上 摸了他的额头 关心有没有发烧 又拿来冰袋和水 向衣服展示优点都来不及 怎么能让他看到他暴力的样子 做完这一切规规矩矩地回到衣服身边 可首领产妹做作的姿态 令绿毛怀疑是否眼花了 但他突然反应过来 天使姐姐好像用冰魔法救了他 但冰魔法不是狼族特有的能力吗 虽然女人救了他 但龙王两族是世代的仇敌 请问您是狼族吗 衣服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 幸好小红帽打破僵局 扑进姐姐怀里 我好热 姐姐帮我降降温吧 小红帽露出得逞的微笑 朝哥哥招手 示意他过来 可哥哥这个不开窍的 傻傻站着不动 见此妹妹一把扯过哥哥的衣领 哥哥也感到很热吧 哥哥成功抱着他和姐姐 画面如温馨的一家三口 见他们如此亲密 猜测女人就是首领在北部的秘密伴 询问两人的关系 衣服刚想解释他们毫无瓜葛 却见小红帽一脸娇羞 她是我的姐姐 同时也是我嫂子 面对妹妹的助攻 哥哥尴尬得不知所措 而衣服由震惊转为平静 丽儿只是托她照顾妹妹 可能因为这个 被小红帽误会 把她当成了家人吧 况且南北部文化差异巨大 嫂子一词兴许有其他意思 殊不知小红帽故意说给绿毛听的 为的就是将姐弟俩接去龙族做准备 绿毛伤好离开后 果真要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所有南部龙族 可半路被风龙兄妹拦住 生活在北部 写回兵系魔法 很容易被手下们误会成狼族 造成无可挽回的地步 哄天绿毛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他们未来的首领夫人不是狼族 而是会兵魔法的人类 将此等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全权交由绿毛传达 殊不知却引起老管家的怀疑